立法會鬥作帶? 去議會變吹水大會? 香港兩級議會的代議士 昨天開會的演出真是令人太開眼界 事實不理?真相當看不到? 不知是否被網上的fake news 洗腦呢? 念口网說得就說 用流料當兼料做質詢問題 有多荒謬得多荒謬 啦啦啦,沒腦屈的,他們親口說的 射盲眼那些算甚麼? 跌落樓那些算甚麼? 斷骨那些算甚麼? 我們死那麼多人,打盲那麼多人 打死人,有人被自殺和失蹤 我亦都相信這些絕對不是fake news 嘩,你反過來說也有的 我要防止我們的市民 不斷在警署裏面 被你們的警察虐待、毒打 最擔心就是你們在警署裏面 對他們打到頭破血流 甚至是毀屍滅跡 在警署裏面有警員強姦被捕的女士 請問…請問… 處長有多少鐘? 被捕的人?被送到大陸的人? 有多少人? 還有被自殺? 很多時每天都會見到的 有多少人? 請問哪位的離世 有證據和警察有關呢? 沒有,一單都沒有 全部都是抹黑 報稱是警署被強姦的女事主 警署閉路電視片段顯示 她並沒有出現過 有關案件正常誤導 或提供假口攻方向調查 或警方將示威者押回內地 無稽到一個點 作大自己不笑才厲害 作為一個有頭有面的人 如果沒有實在的證據 就像無知的 死者流氓八婆那樣 人魂逆魂 看到這班所謂議員 真是擔心以後香港會變成怎樣的樣子 完全不會尊重自己的身份 如果所有控訴都千真萬確的話 那證據在哪裏? Fake News 說一百次都不會變成事實 但偏偏這幫民意代表不fact check 只問立場,不問真相 謠言就順道十足十一 未玩奴屈 在開會正式場合都是這樣 跟街坊聊天 是不是就是是非當人情呢? 瘋狂在社區散播仇恨 那還得了? 喂!你們是公職人員 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公眾的監察 說話要負責任的 所有人都叫得醒 唯獨辦睡的人 是永遠都叫不醒 唯獨 were